还有一个信息就是关键的投票日了 绿野集团创办人丹斯里李静游的长女 拿听李静灵却指出 许多在英国的大马人到目前还没有收到邮寄选票 也是青年党党员的李静灵 在社交媒体指出 她接到许多在海外的大马人 提出关于邮寄选票还未寄出的投诉 虽然已经有了运输单号 但是邮寄选票却还在马来西亚 未出关 李静灵提到还有五个工作天就到投票日了 选委会必须回应这件事 她也指出选委会不能拒绝海外选民的投票权 要求选委会立即解决这件事 尽快将选票送敌海外选民手中 让他们可以投票 李静灵的贴文下面 也有身在海外的大马人留言 已经收到了选票 并将投好的选票转交给新政的朋友带回国 但是也说身边也有人确实还没有收到选票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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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